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视频重演解极Dojo城堡张九阵 保卫Dojo的全关架 喜欢虐独的眼睛起烧烧的看过来哦 等级1 纵观全局 本关的重点在于不停翻转的木箱 以及两边墙上的钉刺 在找准时机穿越的时候 也要小心不要撞到墙上去了 其次是对于真气的收集 由于豆腐的身体是可以拉长的 所以有时候落地后 身边的尖气也可以通过拉长的身体来获得 在这里时机很重要 跳到木桩的顶弯 比较容易节省跳跃的动作数量 毕竟步数越少得分越高嘛 但如果没有跳到 那就老老实实做做拉伸运动吧 等级2 随着一声唠笑 本关开启 出现了小人者 但是千万要弹顶 别让他们近身 虽然他们各小攻击力都高 但团队优势还是在的 豆腐大虾是一刻也不能停下 撞击拉伸速度 当一切准备就绪 女主下会出现 轻易结束 等级3 这关乍看一下 比较平常 似乎没有什么难点 但制作人怪叔叔 是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 烧死我们脑子包的机会的 在撞上蒸汽的一瞬间 高级忍者出现了 黑衣黑裤黑皮肤 双刀红溜溜的耍着 似乎很难嘛 但那又怎样 等级4 既然是保卫高久 那士兵就是无处不在的 同样 这关的难度 在已将出现的忍者 统统团灭 但也要注意 在关卡的最底部 是有一圈钉字 千万别杀敌杀兴奋起来 搞个自同罗罗 如果被敌人砍刀 或者伤到会怎样呢 碰个一下两下 是没有关系的 每一关都有总的蒸汽术 当敌人将你的蒸汽术 统统砍光 那也就game over了 所以宁可擦身而过 也不要见面这破词哦 等级5 作为这一关卡的最后一关 也是最难的一关 唯一需要注意的重点 就是敌人 蒸汽两者都要兼得 边杀敌边收集 明明相信 只要招招用在高运上 通关还是不成问题的 在游戏中 每招最后也有大boss出现 这是游戏史上百年不变的规律 所以在这里也不例外 这关 真气已经是满的 只有9颗 这意味着 豆腐大沙能够受到的碰撞 也就寥寥几下 好好利用缓弹挡板 比速度 这个大块头还是很容易消灭的 最后就让我们在 Tommy and Bodo的 唯美旋律中 欣赏对付大虾的 完美身姿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